随着主台湾的一声哨响 202东亚四翔赛 东亚杯比赛 决赛阶段 日本女足迎战中国台北的比赛 向前开始 中国女足比赛还没开始 中国女足比赛是要等到晚上六点钟 门前尽敲啊 我的天 中国台北女足 在比赛第七分半 居然是率先抽开了日本女足的大门 有意思有意思 一次角球进攻成功的战术配合 在中路完成投球进球 这个进球来自于上一场比赛 打击乌龙球的苏星云 再来看 左脚发到门前 门将没有碰到皮球 反倒是冷苏星云得到机会 头锤敲开了日本队的大门 漂亮 漂亮 日本女足又用为她们的傲慢 付出了代价 能从世界冠军身上拿到 哎呦 战术角球发得漂亮 这球危险 漂亮的扑就 哇 中国台北女足门将是蔡明荣 一次非常精彩的侧身扑就 将球扑出底线 这次日本队的战术配合 打得非常成功 在她的这个位置上 绕前点 根本就没有人来防守 好在这次门将的精力比较集中 她其实身前全都是人 这次能够扑出去不容易 连续的第二个脚球 球进了 同样是脚球的机会 第二个脚球日本队 这次前点后蹭之后 皮球是打在立柱上 反弹进往 比分被改成成了一比 球还没有出边线 给后点小心啊 投球光门球进了 上半时的最后一分钟 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守住 完成进球的是22号上野真实 后点无人盯防 这是中国台北女族 在防守的一个失误 位置上没有能够盯好 比较明显 在后点的位置上 无人盯防 这一次轻松的一次投球光门 再来看 起过来之后给到后点 这一侧再想回追 已经来不及了 是吧 这一侧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这次进攻有点危险 还不打吗 日本队的几次射门 显得是比较的忙乱 这一次忙中出座 中国台北女族 在起围的时候 是将皮球重新踢还 给了对手的25号 倾家贵子 中队的解围 来自于 是15号 才是十几号 这一次进区内太慌乱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3比1 再来看 在进区前 连续的多次进攻机会 这一脚 其实就已经可以解决干净了 但是皮球 解围出去之后 又重新反弹回来 他其实应该往边上去开 还是那两个对手 但希望比赛进程 可以让中国的球迷 更加的舒服一点 左路来机会了 这一次 可以打 没有打在范威 没有打在范威里头 7号陈彦平 非常可惜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在他的这一边 完全处在无人防守的状况 注意看 根本就没有人防守 前脸露过来 进入禁区 左脚打门 任务队连续一脚传递 进入禁区 左脚可以打了 哇 还是进了 还是进了 虽然说在倒地之后 李亚涵完成了一次封堵 但是随后赶上等 对方9号 后换上场 后换上场9号 兼则优一香 完成破门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这个球第一下能够铲到就已经相当不容易 我们再来看 任务队连续的一脚传递 三脚传完之后来到了禁区中间 现在点击点上 任务队的第一次处理并不够理想 虽然传大了 但是紧接着 皮球来到了小禁区线上 替补上来的 兼则优一香 完成进球 OK 裁判结束了全场比赛 最终比分是锁定在了 4比1 老板 4比1 6比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